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王一博拍广告被女生夸好看 害羞的抿嘴笑,最后忍着笑拍完 王一博除了演技好 他还是很多时尚品牌的青睐者 他经常穿着香奈儿的服装出场 并且只要有一些大秀都会邀请他前去参加 都会穿着当季的高定 这就是他的人格魅力哦 他在娱乐圈的位置已经今非昔比 他的时尚资源也越来越好 就在刚刚网上也曝光了一组 他在拍摄香奈儿广告的画面 会让小编带大家一起去看看他是如何害羞的吧 虽然王一博经历了大风大浪 经历了娱乐圈的风风雨雨 但是只要有女孩子夸他 他依然还会害羞 比如说这一次在拍摄广告的时候 他全程都在酝酿情绪也在找角度 但是听到旁边有女孩子夸他好看的时候 他立刻抿着嘴笑了起来 而且害羞的模样就像是小朋友 相信大家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一组广告幕后的花絮吧 看到他被夸赞好看的时候 他的内心应该乐开了花吧 旁边也传出了大家起哄的声音 其实王一博的颜值我们都是有目共睹的 他有着巴掌大的精致小脸 虽然在拍戏的时候衬托不出他那精湛的颜值 但是私底下见过他的粉丝都说 果然就是一眼万年的感觉 就连摄影师都忍不住夸赞他 而且这一次被女生夸赞好看的时候 他有一些小小的骄傲 毕竟他是狮子座的男孩 狮子座的男孩永远都希望听见夸赞的声音 大家喜欢王一博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他现在已经是顶流 不过私底下依然保持最初的内心和工作人员一起合作的时候 从来不会耍大牌 当别人和他开玩笑的时候 他也会礼貌回应 不像是有一些明星在拍摄时 保持高高在上的姿态 别人都不敢和他们说话 但是王一博就不一样 和他相处就像是朋友之间的相处模式 偶尔会高冷一些 但是最多的还是可爱 这一次看到王一博在幕后拍摄广告的画面 被女生当众夸赞好看 最后也是忍着笑拍完了整个画面 最后所呈现出的效果还是不错的有 请不吝点赞好看